这个周末又有免费的游戏可以玩了 J86今天下午3点开始公测 可以选8个角色 有龙、春丽、肯还有狐猎 为期3天一直到5月22日下午3点结束 这次测试版只有格德中心 也就是连击对战 如果你有PS5或者Xbox或者PC Steam 可以免费游玩 而且这个游戏连击支持跨平台 PS5可以和PC的玩家对战 也可以关闭跨平台 这次的测试版需要单独安装 游戏容量大概15个G PS5的下载方法是 先找到J86这款游戏 然后点3个点切换到测试版 然后下载就可以了 当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已经可以玩了 如果错过这次免费的公测机会 就要等6月2号的付费正式版了 下面说两个要点 第一 这个游戏因为是连击对战 需要注册卡普空的ID PS5注册方法比较简单 而且是免费的 直接用手机的浏览器去扫码 然后在手机上选择年龄满13岁 选择国家输入你的邮箱和密码 就可以注册成功了 然后到邮箱里 再点一下链接确认激活账户 然后根据提示 填写个人信息 这个名字不能用中文 然后再根据提示信息 绑定你的PSN账号 这样就可以了 在手机上完成之后 我们回到PS5 就可以正式进入游戏了 如果你前面那部分没有注册 是不能进入游戏的 进入游戏之后 还要填写一些信息 创建账号的名称 这个可以是中文 可以选择我们的国旗 创建角色 捏脸等等 这些做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体验连击对战了 而且还有排位赛 下面重点说一下连击服务器 J86的连击服务 一共有四个位置 亚洲 北美 南美和欧洲 每个区域下面又有很多条线路 我首选使用亚洲 目前来看 这四个区域的信号都不是很好 可能是因为测试版的缘故 有可能是人比较多 这个游戏默认是开了跨平台的 这个亚洲的区域里面 有很多条线路 我倒了一下 大概有200个左右 前面那几个是红色的 甚至黄色的 下面有绿色的 人比较少的 线路质量比较好的 另外我们在主菜单的位置 那个设置里面 可以关闭跨平台 如果你进入了匹配大厅 是不能够关闭跨平台的 当我们关闭了跨平台之后 我们再进入游戏大厅 它只会保留PS平台的用户 每个区域里面只有五个线路 而且都是绿色的 人不多 显示的是流畅 J86这款游戏 今天下午和晚上我都测试了 我这用的是北京联通的前找光纤 基本上可以裸联 可以匹配游戏 但是延时不是很稳定 有时候是300多毫秒 有时候是150多 有时候是20多 但有时候在打斗过程中会中断 而且中断过几次 这个很随机 另外我还测试了 使用迅游加速器 迅游加速器 有专门的J86的服务 在里面选择港服 这样就可以正常游玩了 像这种多人联机 在线游戏 对战的服务器 它不在国内 我们在国内的同学 如果出现不能登录 不能匹配游戏 游戏中断 这些都是正常的 这个J86还算好的 至少说我这还能裸联 还能进 还能玩两碗 如果换成COD19这款游戏 我这裸联根本进不去 只能离线 如果你经常用PS XBOX这种游戏机 玩网络游戏 推荐使用迅游加速器 关于J86连击对战 公测就分享到这里 有问题 欢迎写到评论区